选择玩家还是村民 傻乎乎的村民谁选呢 我要当个充满智慧的玩家 瞧不起冰原村民 有你好果子吃 我选择村民 表姐 我这腿没问题啊 咱不能行动 可恶 我需要你背我 把我背上 我能给你想要的一切 来个村民累赘 你当我蠢啊 冰原版本是了如之少 引人足你 现在冰原可得万分小心 气温会越来越低的 穿着单薄的人 就会像我这样 直接被冻成冰雕 哟 这不是表姐吗 咱回来啦 冰原巨魔打败啦 这是意外 没有反护服冻死啦 扔我去冰原小村庄 到时候冰原巨魔 就挨打的份 亏还没吃够 不能去 赶紧走 可别回来求我 呸 求你我不是人 这冰原天气 也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好在这回方向组队了 冰原村庄就在前面 据说村民的家里 肯定有不少的好宝箱 表妹到时候 可得求求我啦 到时候呢 我就十字大开口 狠狠地坑他一笔 没想到房子里 还不满的危险 这里头肯定有宝贝 连宝箱都这么精致 里头的宝物就不敢想了 符文还有信品木板 核点材料先 我选 怎么无法制作 那我就直接去找房寒服 我讨厌大冬天 扔死我算了 嘿嘿 表妹 我的好表妹 我不是人 你的房寒服借我呗 呦 这回求上我了吧 借你也行 村商也是村民 这样吧 你摆个心形 这套衣服就归你了 什么 你当我富二代啊 难道不是吗 讨厌 这都让你发现了 仓库里的财产 拿一点出来 那 这些猩猩礼盒都给你 把衣服拿了 穿上这些厚棉衣 整个人都乱活起来了 冻箱的身体 恢复了活力 再也不怕 在冰面上行走了 看来戴上你 还是有点用的 走 我背你去村庄 今天这游戏真不错 不用自己走路 想去哪 还可以叫我的专属搜集 表姐带我 村庄就在卸放 听说是冰原新boss会偷袭村庄 一会你先沾点食物装备 行行行 怎么慢慢搜刮 村庄里宝箱多的是 哎呦 表妹你打我干什么 我开个箱子招惹你了 表姐不是我 我自己控制不住啊 两条腿忽然好了 看到有人开箱子就想揍 这些把村民所有细心都悬上了呀 在我身边岂不适成的隐患 假想是不凶 我得想想办法 对了 战斗号角可以控制村民 你等着我去找齐站的号角 索需材料 有了号角不仅能够控制你不打我 还能够控制你走路 再也不用背着你了 我回来了 由于我失去了喝香的难力 算缘材料交给你 要你来做号角 好家伙 我帮你做号角控制我自己 这怎么想都不对劲 不过为了咱们顺利游戏 为了打白冰与巨魔 我拼了 让我试试效果如何 控制表妹去打猫牛 嘿嘿不错 刚才还寸步难心的表妹 一下子就进化成了超级攻守 一打一个准 全枪手都没这么神呢 跑得还飞快 我都差点跟不上 不仅能够打猫牛 还能够濒临守卫对打 我这玩家身份真轻松 只要吃吃号角 就能够赚着看戏 早知道村民这么累 我还不如一开始就选择当玩家 我让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咱们物资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是时候去打败冰与巨魔 让村民了却一钻心事 赶快加油打 我对雪球 弄个超大的雪球把他打飞 这雪球攻击力不行啊 冰魔发动一朝龙卷风 摧毁天车场 把我连人爱雪球都给打散了 这下把剑就快成功了 可算打完啊 不是 这家伙不是凉了吗 怎么还能够把我弄死啊 不愧是冰原boss 实力恐怖如斯 好在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挑战冰原boss成功 都可以表面选择了村民身份 要不然呢 咱还真没法玩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